我叫李如秀 来自永仁县 直走村 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吹露声 然后吹响蜜 听妈妈讲故事 然后看她反麻植布绣花 我对李秀是从小就喜欢 小小的时候就喜欢 喜欢到现在 假如你面前有一百条裤子的话 他的裤头花一条跟一条是不一样 直走在这里创意是很强的 每个人都是设计师 创意师是这样 图案是这样 色彩也是按美观的审美观 它没有固定的模子 喜欢什么就绣什么 直走人是非常爱美的 也非常懂美的 别人以为我母亲把绘修花 留了多少老的东西给我 但是一套服装都没有留给我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做贼 偷了五块钱 我妈放了钱在那个楼顶上楼板上 我看见了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拿一点 去请别人买买花线 然后买布 现在我对我妈都他们都不知道这台色 七岁的时候我就绣了一块围裙 现在还在 十几二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简单的绣衣服了 十二岁离开这个直走到中活读促中 十三岁文工队招学员就帮我招到文工队了 后来86年改行在文化馆 一直到现在 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旅俗文化也是有关系嘛 所以越来越喜欢了 七七七年那年我们回了老家 发现了一条裤子 没有裤单的裤子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那个老奶奶 我也喊奶奶 我说奶奶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什么东西 她说是裤子 她说这个穿了好几代人了 穿到我这里穿了十二代人了 嗯 直走有这么奇怪的东西 然后突然有这种收藏的念头 就从那年开始 我就搞收藏 刚刚收的时候 那个时候工资机嘛 这些这些修片便宜 衣服也很便宜 收藏第一条裤子才十八块钱 那个时候最早 嗯现在最最贵的是八千多块 一件一件衣服 我做的事情嘛 我他们说我是疯子 一个女人把自己的钱拿去买这些 没有意思的东西 他们就不支持 他们从来不想办 单位的这些同事都说 我不要做这些了 快去批发市场批发的东西回来卖 你会赚很多钱的 原来是这样说 现在慢慢的看到赛转姐的这种发展 也就这种发展 她说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为什么要收集她呢 因为我们这里一个封锁 嗯老人死的时候 要把她用过的东西 穿过的东西 通通要烧给她 全部烧掉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烧掉就太可惜了 但是是这样 现在慢慢慢慢的 夜来也觉得 嗯绣画的人少了 绣画老的古老的这些 嗯绣品的人少了 那么我就觉得更应该要 要收藏 把古老的这些东西收藏起来 让后人来看一下 他的老祖宗是什么样的审美观 是做些什么样的仪绣 就是让后人来学习他的这种技法 今天我做到了 我的意外就是 把这些收藏品拿回来 让直走人看一下 让绣画的人看一下 嗯 让他们觉得 我把他们设作出去 不是不是拿去卖 我不是找钱 我想把直走的这个民俗服装 民俗自秀 嗯推向 推向中国 想推出世界 嗯 但是现在很需要一个平台 嗯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是 把他的绣片绣出来 嗯 也要 然后也要一个这种 龙头企业带出去 很多年轻的人都想做这个事情 他绣花绣的好 但是裁风 裁景不行 希望政府办些这些班 假如有可能的话 我是 嗯 最想回回到直走 嗯 进一个这个 这个像现在这个样的一个房子 做过博物馆 嗯 让外面的人进来也有参观的 让直走的人想过来看也有看的 然后 才想 做一个那种传奇 那种传奇 传奇所样的 又是博物馆又是传奇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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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